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根阿富汗钩针 这种很长的钩针 我这个是双头的 有的是单头的 就一个头的 那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钩针呢 待会我们看一下它针法的特点就明白了 好 那这个针法所需要的起针数是偶数针 我示范就起十针 一个小样来示范一下 那我们持针的方式呢 跟我们这个钩针 持针方式略有不同 我们是用持刀式的这种方式 捏着用食指顶住这个钩针的头部 这样去起针 那我这边呢 就是可能不太方便操作啊 大家都看一下 起针呢 也是跟钩针一样 我们起锁针 钩针放在线的下面转一圈 然后呢 勾出线来 然后我们就这样一针一针的去起针 这个呢 跟勾针是 普通的这种勾针起针方式是一样的 八 九 十 好 起完针之后 我们来看第一行的勾法 我们呢 跳过这个第一针锁针 不勾 穿入第二针开始 调半针 我们穿入 然后呢 我们勾出线来 不引拔啊 就保持线圈在这个勾针上面 然后依次往下调 每一针里面都是这么调出来 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长的勾针啊 因为我现在起的帧数少 那如果你起了很多帧数啊 比如说一百多帧啊 九十几帧 那你真的就是需要很长的勾针去容纳这些帧数 对吧 像我们普通的勾针肯定是不行 调到最后一帧 那么我们起几帧呢 这个勾针上的线圈就应该是多少个啊 我们起了十帧 我们数一下 二 四 六 八 十 所以就十个线圈 对吧 第一行我们就是先把线圈挑出来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回针啊 现在第一行还没有勾完哦 接着我们来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线圈里面引拔啊 先从第一个线圈里面勾出线来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是两两引拔了 两个两个的线圈 引拔 就这样回针 我们一直到这里 第一行呢 才算结束 再算结束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行 我们直接穿入这个束道 看到没有 有一个个的束道 我们穿入这个束道这个辫子针里面 看到没有 这个束道 然后我们穿入这个束道的空隙 就是束道这个辫子针 穿进去 勾出线来 然后依次这样子啊 穿入束道所在的这个辫子针里 穿入 勾出线来 依次就这样 勾出线来 都是一样啊 我们应该是有十个线圈的 如果你数了发现线圈少了 那就是肯定漏针了 最后一针大家注意啊 最后一针呢 我们 我们看一下 侧边是有这样一个辫子针一样形状的 看到没有 我们就挑这两根线 挑这个辫子针这里 也就是最后一个束道的这个辫子针里面 我们这样穿入 勾出线来 回针的方式呢 跟前面一样 先单个线圈引拔 后面呢 就是凉凉引拔了 这个就是第二行 再后面的勾法呢 都是跟第二行一样的 再示范一行 第三行 同样 我们穿入第二个束道 这个辫子针里面 这个空隙的地方我们穿进去 勾出线来 后面依次针 后面依次都是这样子 最后一个束道 在这里啊 我们穿入 然后呢 先单根线引拔 然后 凉凉引拔 那我们引拔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去管这样引拔 会不太好引拔可能啊 所以我们可以借助 左手 去给它捏一下 这样引拔呢 就会好引拔一些 好 这个正针的纹路呢 已经依稀可见了啊 后面我们就重复 第二行这个勾法 循环去勾 我们勾一段回来 看一下效果 好了 勾了一小段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正针的纹路 好 这个呢也是可以 比如说勾发带啊什么 都是很好看的啊 好了 那这样课呢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